而佛有方便 把繁杂的这些东西把它归纳 归纳的五条 五个项目 这全部都包括了 这个就好办了 那间接错误里面的五条 第一个是身界 执着这个身生活 这头一个错了 身不生活 身是什么东西 身是我所有的 它不生活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是我所有的 衣服不是我 衣服坏了换一件 身体是我所有的 这身体不太好用了 用了八十年不好用了 换一个 要知道人没有生死 这是真的 所以学佛头一个 我们所得到的 就知道人没有死 只是换身体而已 那换身体 我们就要留意了 希望换身体越换越好 行善 行善 那你就越换越好 如果行不善 行为不善 那就越换越差 这个摄法界里面 通常讲六道 加上四圣摄法界 摄法界的身 跟我们身是一样的 都不是自己 我们可以常常换身体 自古以来到现在 不知道换了多少身体 首先要破身界 身不是过 千万不要为身去造业 那就错了 你说吃重层肉 这个造业 哪个不贪吃 哪个不好吃 我在没有学佛的时候 也贪吃 而且在抗战期间当中 我父亲是个军官 中级军官 在一个军司令部里面 管武器弹药 管这个东西 这军界官 所以 这枪支弹药就非常方便了 拿来干什么 打猎 每一天都出去打猎 抗战期间 生活非常辛苦 那打猎就是天天有肉吃 天天不间断了 我跟他打了三年 那个时候 我多大年岁了 是六十七十八 这三年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的枪法很好 几乎都是半法文重 天天打猫 杀害了多少众生 这些众生现在来找我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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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才晓得忏悔 做错了 最可恶的 是我们用炸药去炸鱼 池塘 湖水 我们是用TNT的炸药 这个炸药的时候 放在水里面的时候 一爆炸了 水里面的鱼 全部翻出来了 翻上来了 那在水面上捞了 至少可以捞到几百斤呢 干这种事情 我学佛了 有没有果报 细心想想 有 我这一生 无论在什么地方 居住 时间都不长久 这是什么呢 破坏鸟兽点 无许 潮雪 这个果报 有阴 必有苦 还好 欲得不发 二十六岁 就知道了 知道从前 这个罪孽 所以 我那么快 就选择素食 不再给众生 结缘仇了 而且呢 放生 放生 赎罪 一千年前 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父亲 遭受了果报 那我亲眼看到的 他临终的时候 就是现在所讲的 精神病 病魔 这非常苦啊 折磨他了 死的时候 我在他身边 那个时候 有不信仰宗教 无可奈何 学了佛之后 读了 地藏经 跟地藏经上讲 打猎 杀害众生 那个果报 完全相同 我相信了 那这段事情 我看到了 那个时候 我看了 不过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